不用轉 我之前都要再稍微轉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個打造您的雲磚知識庫 那一開始呢 我就要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 你還有在用書籤嗎? 或我的最愛嗎? 還有在用喔? 請問 有沒有愛很多? 有每個都愛嗎? 很久沒整理了 曾經都是愛人 但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對不對? 你會發現說 你如果常常用我的最愛的 愛到最後是書籤很多 網站非常多 即使你有整理分類 但是還是怎麼樣? 愛也愛不完 因為隨時有心歡出現 那這些舊愛怎麼辦? 對啊 會進到我的最愛的就是舊愛的 因為我們隨便Google 你隨便都找到 有沒有外面資訊很多 看報紙也好 看雜誌 老師介紹都一樣 你隨時會找到 你這個網站我一樣我一樣 對不對? 那就加到我的最愛 可是我們常常會發現說 雖然你有加到我的最愛 可是這些網站 因為可能是年久失修 就是你不見得每天都去檢查 有沒有新的東西 你加入的最愛 只是那個頁面 或那個網站的首頁對不對? 可是內容有沒有更新 你能不能知道? 不知道 除非你每天去看 每天去看 每天去檢查 或者你有所謂的訂閱電子報 訂閱電子報也是一種方法 就是你的那個資訊更新的速度 但是訂閱電子報有個小缺點 你的信箱 會塞爆對不對?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的信箱 一天大概要處理多少封信 有沒有有些電子報到最後 會變成你的負擔 進來 直接擦掉 直接刪掉 對不對?或者就 反正就不用看了 反正知道你自己 知道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其實在我們處理起來 就比較沒有效率 尤其信箱的信件越多之後 如果您用的 像我用Gmail是還好 但是如果您用的是 在本機裡面收信的 比如說像這個Outlook 那資料庫越來越大 這個信封信件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找的速度越來越慢 你打開速度也慢很多 那所以這個就不是很方便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很重要的就是說 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 什麼叫做RSS 各位有沒有用過RSS? 有沒有? 沒有 好 這種呢 也不是新的服務 這很久就有了 只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用的人 尤其是什麼? 就是你假設你比較不是 像我們算重度使用者 大部分就比較有機會 會用 可是如果是一般出 剛開始或者說 你平常你的工作 不是說那麼多時間 就是說一定要接觸電話 或資訊交流那麼頻繁的 可能用到的機會比較少 但是它卻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 我們在Google瀏覽器裡面 或者其實有很多雲端的 雲端的應用程式 我們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也就是說以後你慢慢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 慢慢的 不用買太多軟體 為什麼? 因為雲端的都可以使用 當然它的前提就是 你的頻寬要夠 你頻寬太慢的時候 再要塞車都一樣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你今天 以後會變成是一種服務 我要 就好像 比如說各位可能有聽過 KKBOX有沒有 對不對? 你現在 我們這附近有那個 唱片行嗎? 都打光光了嘛 為什麼大家都不去買? 因為網路上隨便找都有 那不然的話 如果你不要用盜版的 我付個錢 一個月99塊 有KKBOX 你要找什麼歌 就找什麼歌 我幹嘛去買? 那就沒有什麼利機啊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就類似像這樣 以後的 我們很多的軟體 會變成一種服務 那你要 就訂閱 不要就取消 就這樣 那你就沒有那種軟體的成本負擔 也不會因為說 改版啊 然後我還要申請 對不對? 除非你的硬體不夠快 或者新的技術出來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 會跟各位介紹的一個主題 這樣大概了解的 對不對?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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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